文明会剧造就一方文化 历史传承运语文圣武昌 千年新会 精彩依然 前有陈白沙智学问道新文脉 后有梁启超齐家智国祭天下 魁以陈匹巧夺天宫 蔡里浮泉吐吐开江 新会的山水与人物 无不意义生辉 文脉 商脉 五脉 脉脉相传 传越 喧嚣分杂 总是渴望于卷山秀水之间 获得心灵的安宁 寻着字里行间的脉络 找到这凤凰偏然留下的香满全城 中原文明的回响渐渐清晰 持丰饶之物 巧夺天宫 从传世佳品之中 能够感受到文化的远远流长 称前师之志 齐家智国祭天下 历代名士大家 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徜徉与一轴三心之间 四溢文化的源头 做官世事变迁里的风起云涌 此间的山水与人物 是如此的璀璨夺目 从此 心慧不再是梦境里的山长水远 归风节远如世道 庇佑心慧千年 山间 仿佛还能听到唐代高僧开示三宝 紫云洞里的先锋道鼓已飘然而去 只留下身后的不可言书 风若寂雨 地气浮屠 皆是为苍生祈祈祷的圆满 大凡世间古老而美好的事物 总会被赋予神奇且美妙的传说 归乃里气 这以归为名的山峰 仿佛也有了祥瑞之气 相传 凤凰到此榴莲 其余淋云塔之上 福泽这方水土 所以心慧大鸿肝制作出的陈皮是最好的 心慧陈皮是道地的中药材 陈皮入药最早建于东汉医生张仲锦的上汉论 也就是说陈皮伴随我们中国人的健康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中医药民方二臣堂里头 甚至指明药 心慧陈皮 在心慧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百年的陈皮赛黄金 香字陈乃 陈香之物多龙叶 唯有陈皮史温和 心慧陈皮四个字 温 香 陈 和 这份起自陈锋中的精华 南下 曾经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 北上作为广府的贡品 尽献皇帝 南下作为中国的特产 扬名海外 心慧是当之无愧的葵香 葵是生计 曾背负着心慧人 对生活的期盼 葵 又是寄托 折射出心慧人 对生活的解读 寸尺之间一态万千 那葵叶在巧守妙宫之下 获得重生 一笔一划 雕琢出来的鲜火 让人怦然心动 朴桌之物 浮以京士之功 方才成就传世美名 新慧的葵扇从史书记载 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1600多年中间 无数的中国人靠它度过了奄奄的夏天 在1915年 也就是民国四年的时候 新慧的葵扇参加了巴拉玛的国际国览会 而且获得了金奖 为葵扇获得了世界级的胜利 幽远则薄厚 薄厚则高明 新慧风物 早已深深植入文明的血脉 成为结合传承与产业的最佳典范 是历久迷新的最好的权势 新慧文风自古昂然 学子长行笔墨事 书生总问孔孟学 师徒论道之音 回唐在瑰丰山谷间万物惊奇 明代大如陈白沙 曾在此睫毛围炉 教养贤达 这笔 继承了山的大气开阔 落在纸上笔风迥异 囚禁毫放 这笔 看似是信手拈来的平常之物 其实绝非偶得的相间野趣 而是一种文化上的紫信 古华造就天宝 地灵方有人节 归放自寸 世代耕读 狮子精书籍 让顽皮的少年 明了势力 懂了家国 这些少年中的一位 便是日后写出少年中国书的梁启超 他秉承既是旧国之志 毅然离家 去寻求改变国家命运之良方 于国 梁启超一介书生奔走于庙堂之上 力图起泰国运 于家 他以学问传世 教会子女 为社稷御人 被传为美坛 新惠子弟 不负厚望 学各有成 世代悲出 登集入典者 明扬天下 新惠文脉之望 岭南无除其有者 明代大学的陈白沙 在归芬山讲学故道 号称 岭南儒学第一人 归芬山也因此被称为 岭南儒学第一山 在归芬山下长大的梁启超 更是近代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文化维园 而梁家一门三院士六专家 更是捕救了家族人才的家伙 文以济世 吾以旧国 在世代相传的家国情怀里 心慧五脉见识 豪杰辈出 武学明家陈祥 及众人之大成 开宗立派 但他并不以此显耀 而是趋三位恩师之名 给全命名 蔡礼佛 以敬渊源 从这里走出去的习武之人 给太平天国助全 给林泽徐尽烟助威 为民尽力 为国尽忠 总是乾坤道转 必走他乡 亦能开之散叶 明阳五周 新会地宁人节 文有梁启超 独有蔡礼佛 蔡礼佛的拳风大开大合 刚猛凝利 气势筐 和梁启超的门风 也非常相似 蔡礼佛拳 创立以后迅速的发展 遍布的里南 而且还开花深夜 移植到了东南亚 每每国运示威 新会人的心里 都有着更强烈的使命感 因为早在数百年前 他们就曾经目睹了 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赵宋王朝最后的希望 就淹没在眼前的这片海洋里 仰仗着这般胸怀民族 担当天下的秉性 新会人总能够在历史的关键节点 登上时代舞台 扮演举重若轻的角色 推动进步与发展 在恒根东西的时空中 在恒根东西的时空中 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 从未如此和谐地汇聚过 在过往的封闭岁月里 面对未知世界 新会人勇敢迈出探索的步伐 沿着海上思路 雄心勃勃地将商业版图 扩张到更远的地方 这种精神上的觉醒 让文明的相遇变成可能 反不出兼容并蓄的精神内涵 动观新会历史 不难发现 创新是贯穿史中的特质 既坚守文化上的本我 又能以开放姿态 拥抱新生事物 从而走在时代之前端 这无疑是中国城市文化中的精彩范本 青山未老 诗情犹在 古城天然 如同小鸟天堂里 百年的榕树 默默守护着七身的鸟儿 不经意间就落笔成几 落心于井 新会与这千年的传承 甘胆相照 在岁月更迭里 绽放出勃勃生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裡 rasigg